后梁被李存旭所灭 李存旭是什么人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启后唐的历史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乌鸦兵 有一个沙陀人叫朱邪赤心 这个人被皇帝赐名为李国昌 就是他可以跟皇帝姓一个姓 那时候是唐朝 此他姓李 叫李国昌 李国昌之子李克用任沙陀赴兵马使 908年 李克用去世 李克用的儿子是个大英雄 叫李存旭 这个晋王李存旭一路打仗 几乎没输过 李存旭连着三场大胜 923年渡过黄河 渡过黄河就意味着到了洛阳 开封 大家想想看那就是皇宫 所以朱真一看慌了神了 也打不过李存旭 他就跟他的手下一个叫黄斧林的武将讲 你把我杀了 他要求黄斧林把他杀了 然后黄斧林自杀 923年 后梁就结束了 然后李存旭进到洛阳登基 这就是后唐的开国皇帝 庄宗 大家觉得这么一个历经图治的 很厉害的年轻人应该能够做一个好皇帝吧 不行 他当上了皇帝 以后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痴迷现象 爱听戏 李存旭爱听戏的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可能仅次于唐明皇 这两个人戏曲造诣都极高 而且李存旭亲自唱戏 他又会唱 又会谱曲 又会写词 宠爱那些灵人 就是唱戏的人 赏赐起来没个完 经常几万几万地上 给大量的不辟 而他的士兵没有钱 所以到后来打仗的时候 李存旭和皇后一看 说不行 赶紧把后宫的东西拿出来赏给士兵 士兵们说晚了 说我们的妻子儿女早就饿死了 而你从来不给赏赐 你把赏赐全部给到那些唱戏的人 926年4月 一个他宠信的灵人郭从谦造反 因为这些唱戏的人也被封了官 有权利 其实就是一个内部判断 本来并不是很严重的事 郭从谦带着一个小部队的人马杀到宫中 李存旭去跟人打 结果被一件射中 射中了一件 以后皇帝就喊口渴 因为你知道人流血多了以后 就会口渴 说我口渴 需要谁 皇后也不管他 那皇后跟他的感情也很一般 旁边有宫女给他拿来了一些乳酪 可是乳酪不能当水喝 他吃了点乳酪就死了 就是流血过多而亡 最后李存旭身边的人都逃跑了 逃跑的过程当中 把李存旭喜欢的 唱戏需要的那些乐器 堆在他身上点了把火 烧了 所以一个细弥最后死在乐器堆当中 这也是一种死得其所 李克勇还有一个羊子叫李思源 五代十国的时候特别多羊子 你看中国古代 凡是战乱的时候 大家都喜欢收羊子 羊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打仗儿子不够多 所以收羊子来培训 锻炼 注意 这时候大人物出场了 李思源手下有一个大将叫石敬堂 石敬堂只带了三百骑兵 就洗取了大粮 只开丰府 进到洛阳 李思源继位 这就是唐明宗 在位八年 李思源在位八年的时间 叫做粗围小康 这段时间是难得的国泰民安 这八年的时间 国家休养生息 没有怎么打仗 而且治理的还不错 这是五代十国里边的一个亮点 一直到933年12月 李思源病死 得以善终 一个皇帝能够好好地死在病床上 这在五代十国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五代十国的皇帝 大部分都是被人杀了 李思源最后得以善终 这就是祭了大德 后唐闽帝李从后继位 李思源儿子多 好几个儿子就开始互相猜忌 那时候镇守各地的藩王都是兄弟 比如说有一个打仗很厉害的兄弟 叫李从科 他就镇守在外地 皇帝觉得虽然你镇守着那儿 但是你也有当皇帝的资格 因为你也姓李 万一你叛乱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后唐闽帝就开始想要收拾李从科 李从科带着部队 被李从后的部队围起来 这时候 李从科发明了中国战争史上的一招叫镇前喊话 镇前喊话 这件事做得最好的就是李从科 李从科站在城头上把衣服一脱 把身上的刀疤展示给底下围攻的士兵看 说 我跟随先帝征讨 身上负了这么多的伤 咱们都是一块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 今天我什么都没做 他们竟然想要我的命 就委屈地在城楼上哭 底下的士兵听着难过 内心大痛 刀都扔了 完全被他说服了 所以这个李从科的演讲能力肯定是很强的 那打不过李从科 敏帝就出逃了 逃去哪呢 逃到石敬堂那 然后石敬堂一看 敏帝逃过来了 说 你这皇帝怎么只剩几十个人了 这句话说得非常无理 皇帝本来就落魄了 他故意接这个痛楚 说你是皇帝 怎么身边只剩几十个人呢 这句话就暗含着杀意 说完这句话以后 石敬堂身边的一个大将叫刘之远 这人后来也是个开国皇帝 二话不说 冲上去把那几十个人全部砍死 就留了敏帝一个人 后来他们把敏帝像丢垃圾一样 就丢在当地不要了 因为石敬堂本身就并不支持敏帝 934年 李从科继位 这就是后唐末帝 他继位以后就杀了敏帝 但是他也发现皇帝不好当 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但是当上皇帝以后发现麻烦是极多 因为你要养这么多的暴兵 五代十国的时候为什么混乱 也为暴兵难养 什么叫暴兵呢 他们不是跟你有着共同的理念 他们的目标就是挣钱 所以他们只需要你告诉他们 今天能不能抢劫 攻破这个城进去以后能抢几天 都这样 但是皇帝一旦登基了 就希望天下太平 你不能乱抢 不乱抢 钱从哪来 没有钱 养不起这些兵 然后这些兵就会反噬这些皇帝 这就是五代十国乱局最本质的原因 李从科上台以后 跟石敬堂开始相互猜忌 因为石敬堂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武力之源 而且石敬堂本身也有反心 比如说 有一次唐末帝派人去给部队送了很多衣服 士兵很高兴喊 万岁 万岁 石敬堂把所有喊万岁的人全杀了 杀了36个敢于喊万岁的人 因为你认的是万岁 你不认我 后来皇帝没办法 皇帝说不行就一阵 一阵在古代可是个要命的事 就是说石敬堂你别在河东了 我调你去另外一个地儿 这个对于这些藩江来讲就是生死考验 因为你把我调走了 代表着我手下没有士兵了 我得去跟一些陌生的士兵打交道 你半路上杀了我怎么办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不一阵石敬堂可能会反 所以末帝就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说不行就打吧 命令他一阵 所以石敬堂反了 石敬堂反的方法 在历史上是非常耻辱的方法 石敬堂为什么是大明人呢 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 什么叫皇帝 石敬堂给当时契丹的第二代皇帝 耶律德光上了一个表 说以父子相称 我是你的儿子 我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你 后来宋代杨家将就不断地跟辽国打仗 争的是什么呢 就是想把燕云十六州能够收回来 燕云十六州就是北京 河北这一带的很多个城市 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平白无故地送给辽国人 就是因为石敬堂为了要跟中原后堂对抗 所以就毫无抵抗地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 辽国真是捡着了 因为在这之前辽国跟中原打过无数仗 连一州都夺不去 那时候战斗力其实相当 但是突然之间石敬堂把燕云十六州送过来了 耶律德光很高兴 就封这个石敬堂为皇帝 而且不许称臣 你不能说自己是臣 就直接亲切点在表书上写儿皇帝敬堂 石敬堂带兵杀过了黄河 契丹人的骑兵也过来帮忙 于是石敬堂联和契丹人一块过了黄河 李从珂和家晓一群人在玄武楼上自焚而亡 这就是936年后堂的灭亡 下个朝代是后进 咱们下个视频再讲